以高显 于无量是不失金色等近视 故今世佛定高广无能见者 六十八 直往分明 于无量是不定习解人疑难 故今世手脚指纹分明庄严 六十九 行不履地 于无量是心怀慈悲 走入不践踏生命 故今世走入独立地 七十 身相持重 于无量是自己守戒 教人守戒 故今世身体长壮稳重 七十一 危正一切 于无量是劝人为善作福 故今世危得远正一切 有恶心的人见了他会欢喜 心怀恐怖的人见了他就心安 七十二 因身和哑 于无量是不耻骂人 故今世有好听的声音令人欢喜 七十三 欢机浅身 于无量是用慈心助人 故今世能依根气为各类众生说法 七十四 意应说法 于无量是为人说经教义 受人经教 现在敢得一应演说正法 一切友情众生都能解脱 七十五 四地说法 每量是不吝息所学法 教授别人 别人有问题就为他解答 故今世说法有次第 寻因缘 让人很容易就了解 欢喜接受 七十六 等世众生 于无量是见地上游 愤便就主动扫除 故今世能以平等心 看待各类友情 称赞好的 帮助他去除不好的 没有爱恨的分别心 七十七 世清静 于无量是见到行道自首的人 不敢惊恐 于今世先后坐 鬼犯去足 令世善尽 七十八 向好去足 于无量是不失万物几人 故今世有很好的面貌 七十九 顶骨坚实 于无量是听今时 都会让人在前面听 而且使大家踊跃发问 故今世顶骨坚实圆满 八十 万智得相 于无量是常怀智慧涌见 持心不动 故今世手足放在胸前 看起来有机箱喜悬得相 希望大家学佛 学佛的相好庄严 不叫讲因缘果报 所以我们就要去创造这个因 那么来回向给众生 希望自己跟众生 都能够得到这个相好庄严 这样才能够具足普度众生 我想就像这个社会上 选这些领导人啊 影歌星啊 他们的外表声音好像都比别人优秀 所以他被选上 那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影星 那我们不能说 哎呀他们世间人我们不理 这个不对 在佛教里面 我们要有世间的福报 具足一切 只是呢 我们是不执着 在含着悲心去用这些福报 就像各位你需要有钱 有钱要干嘛 因为有钱我可以帮很多人 对不对 我可以做很多福相 而不是说哎呀 我不要执着钱 那不执着钱是对的 但是要有钱 那你要怎么去修到 有这个福报 那当然这方面 你要知道方法 不是去骗的 是有一种福报 怎么样善因缘 来创造这个福报 来利益重生 所以我想佛陀是一切圆满 所以一切圆满 一切了解 要圆觉 一切圆满 一切觉悟 所以那这样呢 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 在追求一个最圆满的众生 人成及佛成 那各位现在是人 人是成佛最好的资粮 所以就不要太浪费 太多的时间 甚至要放弃这个世间的追求 阿里加尊者说了 放弃世俗 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多多这么做 那发菩提心呢 当然要归佛 归佛就是要归佛陀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后 你要追求这个 要归佛 大乘的归法 那你要了解佛陀所讲的所有的经教 什么叫归生 那你要按照佛陀的教法去立众生 叫归生 大乘的归一 要我圆满满满的自立立堂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光明正确的生命的意义 跟你现在有钱没钱没关系 生病健康没关系 现在是这一条道 你找到了 这比较重要 但是千万不要每天光研究 我发现很多人就什么都不干了 我要去研究什么论什么论 然后研究几十年 他通通没有在利益众生 就为了几本书 把这个书给读烂了 但是不见得是真正的修行 修行是 就像你今天看这个 是白话的 容易看 很容易看 问一下第一次读八十好的 修行好的 举手 你管你这 那重点就在这边 那各位今天看 那你就有八十条成佛的戒律要做了 那你就要从生活上 这些都时时刻刻都可以做了 特别这里面讲了太多的声音 对不对 点像 声像 他不离开这些 那这些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意 我们用什么心去做这些事情 就像跟我讲放生 放生很好 但是放是用什么心去放 放的时候要用什么心 那这个就是佛法 放的时候我们就放生 我觉得 哎呀这是我惭愧心 因为我过去杀生吃肉啊 对不对 那我有这个惭愧心 来放 那放的时候呢 又愿这些鱼安享天年 将来能够随活生息天 对不对 那你要具足这个 这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那样样事情你要 你除了有这个心态 吃饭的时候怎么吃 走路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佛了 那我们必须透过我们的心 表现在我们的语言 表现在人跟众生身上 去做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啊 非常好 那各位 我们已经把它编好了 这张只是为了今天 到时候会映成一本 各种经典所讲的 三舌像八十随行好 那我们可以去参考 那这个变成你一辈子的功课了 你要经常按照这样去做 淡人节悟 去面对什么 对三宝对众生应该如何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应该就是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好人 对不对 而且有智慧 有能力去服务别人的人 这是应该的 所以各位在家里 要贴一张佛像 就是这样佛像 庄严的佛像 现在很方便 看到很庄严的佛像 贴着在追求圆满的 外向内在福慧圆满 这个是你的目标 这样来引导你的家人 引导你的朋友 这才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知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佛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来来来 来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预言同化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护华好 护华你有看过马拉车吗 有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的 那你有看过马拉车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小马吗 嗯 好像没有耶 对了 星星妈妈 小马为什么要跟在马 马车的后面呢 哦 问得好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这一则有趣的故事 马拉的对话 在一户农庄里 住着马妈妈和小马母子俩 每天她们都会走很远的路 为主人拉车 哎哟 妈妈 这车好重哦 我拉的好累哦 哈哈 快到家了 就可以休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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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你们 快进来休息 好累啊 妈妈 我饿了 孩子 别着急 主人一会儿就会给我们送吃的来 今天我们给主人拉了那么多货物 他一定会给我们准备美味的食物吧 可是当小马看到主人捧着一大捧干草来喂他们吃时 感觉很失望 为什么自己每天那么辛苦的劳动却只能吃干草呢 可爱的马儿 吃饭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 赶紧吃吧 哼 怎么又是干草啊 妈妈 我们今天出了那么多力 怎么还吃干草 主人真的对我们很不好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就赶紧吃吧 妈妈 干草一点都不好吃 难道主人就不能给我们换换口味吗 孩子 我们马儿就应该吃干草啊 你不吃干草 想吃什么 唉 做一匹马真不值得 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却只能吃干草 这时 主人拎着一桶奶油炒麦子 从马厩旁走过 小马闻到了奶油炒麦子的香味后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哇 妈妈 奶油炒麦子的味道就不错啊 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孩子 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那这些炒麦子是给谁吃的呢 小马看到主人拎着奶油炒麦子来到了猪圈旁 然后把整整一大碗的食物放到了猪圈的桌子上 那这些炒麦子是多水 快过来吃饭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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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猪贪婪地吃着奶油炒麦子 小马心生羡慕 妈妈,我实在不想吃甘草了 那你想吃什么 味道真好 那只猪吃的就很不错啊 我们怎么能跟猪比啊 为什么不能跟它们比 刚才主人不是说我们可爱吗 难道可爱就只能吃甘草 主人一边说猪懒惰 一边喂它们奶油炒麦子 真不公平 孩子,其实这很公平 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替主人卖力 不论远近,困难 都要将货物给拖回来 但是我们吃的却是乱糟糟的甘草 喝着路上的脏水 而那些猪整日什么都不做 却吃奶油炒麦子 这难道公平 哎呀,孩子 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你别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 时候一到 你就会知道了 时候一到 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马和母亲 依旧每天吃着甘草 而那头猪却天天吃奶油炒麦子 转眼间 新年到了 家家夫妇贴春帘 放鞭炮 啊,好恐怖的声音 妈妈,什么东西这么响啊 孩子,别怕 过年了 人类人类在放鞭炮呢 过年都要放鞭炮的 真吵 真讨厌过年 其实,猪更讨厌过年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 他们的耳朵大 更怕吵 嗯,他们怕的不是鞭炮声 而是怕丢掉性命 丢掉性命 难道 鞭炮能要了他们的命 就在这时候 小马看到一个大汉 手拿绳子走到了猪卷旁 妈妈 人类拿绳子要做什么 一会儿 你就不羡慕猪每天吃的奶油炒麦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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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啊 啊 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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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嗯,不错 好肥 看来这一年的奶油炒麦子 没白吃 啊 啊 救命啊 这么一头大肥猪 过可年足够了 啊 啊 救命啊 我再也不吃奶油炒麦子 我要吃干草 啊 可怜的猪 孩子 你还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吗 不羡慕了 幸亏我们每天吃的是干草 艰苦环境中 培养人们积极奋发的态度 安逸 安逸环境中 免不了遭受灭亡 贪婷 是指 是指 攫取 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 物质 或财富 也可以指 得寸 劲齿 永不满足 疑惑 是指 对某一件事物 透过他人解释后 依然不清楚内容 即称为疑惑 好可怜喔 你这体吃得咬咬咬皮 结果你也太凋 你的台语讲得还真好 每一种动物啊 都有生存的权利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爱护所有的动物 这样才不会任意去伤害他们才对 那富华我问你喔 在故事中 小马羡慕小猪什么呢 嗯 小马羡慕小猪 不用拉车 又可以吃得好吃的 奶油炒麦子 而且他却只能吃干草而已 母马告诫小马说些什么呢 母马告诉小马 不要羡慕猪 时候一到就会知道了 哦 那母马为什么告诉小马这样子说 时候一到就知道了呢 因为过年的时候啊 猪就会被拿去杀掉了 哦 所以猪呢只是一时的安逸而已 那母马告诉小马说不要羡慕小猪 对不对 嗯 那小猪啊被养的肥肥的 对不对 嗯 啊哈 过年就会被抓去 杀掉 啊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不要过于安逸 因为太安逸呢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惹惑上身 那平时呢 都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 譬如说做医工啊 或是帮忙打扫环境啊 或是到医院里去观海老人啊 单青岛人啊孤儿都是很好的哟 哇 香香妈妈我也要像你一样 生活才不会过得太安逸 嗯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嗯 那哇 那我再去请问你一件事情哦 小猪有羡慕小马吗 过年的时候啊 猪被卖掉了 变成想吃甘草 很羡慕小马能够平平安安 与妈妈在马厩里面生活 嗯 哇 那你也有很羡慕别人的地方吗 有啊 我很羡慕电视里面的高兴 还有学校的同学 长得很漂亮的啊 有同学可以到国外旅行的啊 哇 其实你也长得很可爱啊 那你觉得香香妈妈长得漂亮吗 嗯 其实我觉得香香妈妈很吃虾 很像我妈妈哦 对啊 那就对了嘛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质 光靠外表是没有用的 主要还是要发挥我们内在的优点 例如说啊 我们讲话要有礼貌 对人要和善啊 然后愿意帮助别人 那别人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那你的人缘就一定会很好哦 嗯 还有啊 如果好好地念书啊 说不定将来可以出国深造 或是跟谁的师傅呢 一起去出国访圣啊 那你就可以出国了呀 嗯 那所以应该也不用太羡慕别人 不过当同学有好的优点 可以向他们请教吧 嗯 是啊 哇 是很棒的呦 可以融会贯通 嗯 很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小猪还是小马的食物呢 为什么 嗯 我会选择小马的食物 因为马儿本来就是炒的啊 嗯 像我们吃米饭 永远吃不腻 啊 对啊 虽然米饭的味道有点平淡的一些 可是香喷喷又有营养 很适合我们来当食物吃 而甘草呢 就适合马来吃了 而且啊 它可以跑得很快啊 让马儿跑得很快 千里马 烤得也很圆啊 它们也都是吃甘草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适合的食物就对了 每种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的食物 那护华 什么食物对人类最好呢 蔬果吧 我从小就吃蔬 我觉得蔬食很好吃 嗯 对啊 如果我们对每一种颜色的蔬果均衡的摄取 其实蔬果的营养 其实是很丰富的 足够供应我们身体的所需 就像香喷了嘛 一样健康又有活力 嗯 你很会说好话哦 其实啊牛啊大象马 它们都吃树的耶 哦 它们也很有体力啊 而且摄取多的蔬菜水果的时候 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身体啊才不会生病 嗯 那我也要叫我的好朋友们 多吃树咯 啊很好 多吃树呢 其实是很环保的 尤其珍惜资源保护地球 就靠到家了 那你会如何做呢 嗯 例如分类垃圾啦 居然回收啦 没有的电器要拔掉插头啦 嗯 很好 而且还要有一个就是 不要浪费纸张 这样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 爱护生灵 尊重一切的生命哦 哦 哦 还有 哇 如果我们要去如何去效法这些 从逆境生存的人呢 不会去向环境低头的这种精神呢 例如故事中的母马虽然每天过得很辛苦的拉着车 但他都不会抱怨 嗯哼 还是要能够安分的拉车啊 吃甘草 啊对 这就是人家说的知足常乐 虽然环境很艰苦 可是呢 他还保持得一种很快乐之主的心 而且每天感恩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甘草可以吃啊 还有很多人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也是不像环境低头的呢 嗯 对啊 就像以前的玄庄大师啊 他到印度去起经的时候啊 还有那个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以前 都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最后他们都是不屈不挠的 最终就成就了呀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逆境啊 或者不如意的时候 千万不要气馁 我们可以想想看很多的伟人 其实他们的遭遇比我们得到的挫折还要多 他们却从这些挫折中呢继续的教训 最后他们都成功了 对啊 就像我有一次数学考的很不好 嗯哼 结果很难过 最后 考了100分 哦 那你很棒啊 所以说呢 到了逆境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 我们要学习故事中的母马 知足感恩 并且呢 从历境中学习到的一些教训 再勇敢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对不对 嗯嗯 很好 各位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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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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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